問卷的傳送 我們再加一題好了 加性別 這樣可以統計性別 當你打性別的時候呢 它自動會增加這個 女跟男加進來 這一題的必點 好啦 假設我全部做完以後呢 我就點這一顆叫傳送 傳送它有三種選擇 第一個是email email就有點辛苦 我要給誰就要寄給誰 50個人要寫50封信 太累了 那如果放在wordpress呢 你可以放在這個 你可以調高度 可以記得在網頁裡面喔 這待會再來說 那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連結 那你可以把這連結 放在你的FB 或放在Line傳出去 那我們現在我們就用Line來做說明 那在Line呢 在電腦板把它裝起來對不對 這你一定要會喔 現在這個工具可以 從手機掃一下這個QR Code 就可以登入我們Line的那個介面 好 進到我們群組裡面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網址 按右鍵把它複製 回到Line的群組這邊呢 Ctrl-V貼上 然後再傳送出去 這樣大家都收到了 各位就可以試看看 麻煩各位就現在立即填爆 我們等一下來看結果